伊朗的这次袭击主要围绕的就是几个地区的叛国者分裂分子精美内奸 可以说是几个国家有默契的除奸行动 是对一群国外恨国党们的联手跨国追杀 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在几年前 伊朗和巴基斯坦曾经互相指责 都认为对方打击毗露之恐怖组织的力度不够 那现在好了 如果真如表面上看到的 就算伊朗和巴基斯坦闹翻了 会怎样呢 他们闹得越凶就越会频繁地跨境追杀分裂分子 最终倒霉的就是毗露之叛军了 我甚至都怀疑他们多闹几次 刮达尔港的建设速度都要加快了 关注土豆今天就和大家聊聊 这一次是对恨国党们的跨国追杀 也欢迎将您的高见打在公屏上 大家一起交流 好了长按点赞 我们接着看 一个坏土豆作品 颇奖张家琪 陪我的国一起密袭 伊朗跨境袭击了巴基斯坦的毗露之叛军 巴基斯坦作为回报对伊朗进行了谴责 召回了驻伊朗大使 同时也对伊朗的毗露之恐怖分子 进行了跨境打击 他们是掩得双簧 还是局势失控了呢 你可以这样理解 他们打得越凶 毗露之叛军越遭殃 而毗露之叛军 是中一八三国的共同敌人 我们看几个事情 第一 伊朗和巴基斯坦不仅一直关系很好 而且就在1月16号 两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地区 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 第二 也就是在1月16号当天 伊朗外长与巴基斯坦总理进行了会晤 双方均表示两国关系深厚 后续要加强合作 而更关键的 巴基斯坦总理说了一句话 打击恐怖主义 是两国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 第三 在两方互相跨境打击之后 巴基斯坦总理表示 希望其他国家 也不要违反国际法 巴基斯坦和伊朗是兄弟国家 问题需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 那么你认为这两个国家会闹翻吗 不过也有人说 不对啊 伊朗有两套班底 和巴基斯坦搞联合演习的是国防军 而跨境打击恐怖分子的是伊朗革命卫队 两套班底互不隶属 革命卫队只效忠于宗教领袖 不受伊朗控制 我就这么说吧 如果按照这种逻辑伊朗都分裂到这种程度 有武装力量可以随意跨境打击 而完全背离国家意志的话 呵呵 那伊朗早就散摊子了 这次伊朗的袭击除了打击以色列摩萨德 恐怖组织ISIS 我们看看他还收拾了谁 第一炸死了伊拉克的库尔德富豪 列英集团的创始人迪扎耶 迪扎耶 迪扎耶常年在瑞典生活 美国入侵伊拉克后返回伊拉克 与美国和以色列关系密切 美西方集团将他看作亲密合作伙伴 常年向以色列提供石油等战略物资 他还有一个安保公司 里面雇佣的都是退印美军 很明显 迪扎耶就是内奸卖国贼 或者说是一奸 第二袭击了库尔德武装 库尔德武装对于土耳其 伊拉克 伊朗 叙利亚这四个国家来说 都是妥妥的分裂分子 一直妄想独立建国 并长期接受美国的资助 说到这里 我举个例子 去年六月 土耳其跨境到伊拉克 打击库尔德武装 伊拉克扬言要对土耳其进行报复 但是几天之后 伊拉克总理就出访了土耳其 双方相谈甚欢 因为库尔德武装 长期跨国作案 在四国交界处来回流窜 任何一个国家 都没有办法去独立收拾他们 第三 重点打击了匹路支叛军 这里要重点说下 巴基斯坦和中国关系很好 但是一带一路推进中 依然有很多阻力 尤其是瓜达尔港口 作为重点项目之后 原因是啥 就是因为匹路支叛军 在不停地作死 这个问题 我们要重点说下 匹路支人大约一共900万 处于巴基斯坦 伊朗 阿富汗三国交界处 其中大约550万 生活在巴基斯坦的匹路支省 大约200万人 生活在伊朗的匹路支斯坦省 还有大约100多万 生活在阿富汗 这群人长期接受美国和印度的资金支持 制造了无数次的恐怖袭击 妄图独立建国 他们长期窜联 相互在对方的国境上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 一旦被围剿时 就跨国跑路 出国 窜亲戚 等到风头过去了 再跑回来 我们可能对伊朗的匹路支比较陌生 但说起巴基斯坦的匹路支 估计大家都有印象 这帮人臭名昭著 从2003年开始就有组织有预谋的袭击中国人 最嚣张的是在2018年11月 组织恐怖分子试图袭击中国驻卡拉奇总领事馆 好在被巴基斯坦警方及时击毙 而在最近的2021年 2022年 他们两次用自杀炸弹 对在巴基斯坦的中国工作人员进行袭击 我们在巴基斯坦一带一路的项目长期受到匹路支叛军的威胁 动不动就搞破坏 而遗憾的是 我们还真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快速解决问题 这关系到巴基斯坦的内政 而巴基斯坦呢 现在又没有能力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巴基斯坦的匹路支省 地广人稀都是穷山恶水 只有农业和木业 妥妥的老勺边穷 曾经是巴基斯坦原来搞核试验的场所 叛军们疯狂地在巴基斯坦制造恐怖袭击 仅仅在2022年 披露制的各路武装分子 实施了376期恐怖袭击 其中533人死亡 832人受伤 这个数字可以说 远超目前印巴冲突的伤亡了 而一旦巴基斯坦政府军要围剿他们 就全跑到阿富汗和伊朗避难去了 这就是我刚说的跨国流动作案 这些恐怖组织长期得到各种金主的支持 第一大金主是谁 不用想 当然是美国长期稳定的提供支持 而第二大金主是印度 让恐怖分子在巴基斯坦搞事情 让巴基斯坦的经济难以发展 这是印度最爱干的工作 毗露制叛军的成长也是一个典型案例 毗露制省虽然穷 但资源丰富 巴基斯坦全国9个大矿区 5个在毗露制 比如苏伊地区的天然气田 占了全国天然气产量的45% 每年光靠这个就能挣14亿美元 发现了丰富的矿产之后 巴基斯坦政府认为这里 当然是属于整个国家的资源 应该归国家统一管理 毗露制人马上就不干了 说凭啥呀 你这个国家和我有啥关系 于是各种分裂势力更加活跃 加上美国和印度疯狂煽风点火 推动毗露制省独立 毗露制在18世纪的时候 就有过独立建国的历史 根本就不服从管理 就是一群地方势力的部落联盟 从来不听招呼 也讲不通道理 1947年巴基斯坦刚成立 毗露制就闹过独立 穷山饿水 巴基斯坦政府清剿了几次 发现根本搞不定 是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剿灭一批又来一批 于是又开始怀柔 又是大赦又是补贴 又是帮着修各种基建 拿了好处 毗露制安静了一段时间 但很快就又开始闹 胃口越来越大 越会他们越不满足 各种按下葫芦又扶起瓢 反正一堆破事 其实按道理来说 巴基斯坦是开局就拿了一手好牌 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曾经长期接受美国的援助 同时中东的王爷们 也因为巴基斯坦代表穆斯林 而慷慨解囊 王爷们的想法很单纯 我不能让我的兄弟们 被印度教欺负呀 你要是打不过印度 那是丢我们的人 巴基斯坦援助拿到手软 在60年代的时候 就有200亿美元 那可是60年代呀 这是个什么概念 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年 全国外汇储备只有8.4亿美元 到了2000年 我们的外汇储备 也就只有1655亿美元 巴基斯坦光拿的援助 就是我们的两倍到上百倍 你说是不是梦幻开局 可惜没啥用 都忙着内战 巴基斯坦到今天 人均GDP只有1200美元 我们的十分之一左右 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 想要捆绑各种条件 但我们对巴基斯坦的帮助 那确实是诚心诚意 不仅仅是扶上马送一程 甚至可以说是保姆式的 就希望我们的好朋友能够成长起来 中巴经济走廊对我们当然重要 但是对巴基斯坦更重要 这条贯通巴基斯坦的通道 可以激活整个巴基斯坦的经济 是一条包括公路 铁路 油气和光缆通道在内的财富线 带动沿途的各种工业 矿业 仅仅从目前来看 中巴经济走廊能产生大约 10万个直接就业岗位 超过120万个间接就业岗位 巴基斯坦政府也心里有数 将这个项目看作国家经济发展的支柱 关系到国家未来的核心产业 但是中巴经济走廊的起点 刮达尔港就在匹路芝省 这就真是要了老命了 匹路芝又不干了 说凭啥在我这里修路啊 好处都给庞哲普省和信德省拿了 刮达尔港可是我们这里的 巴基斯坦中央政府也没办法 说不是没给你们钱呀 你们还要怎么样 加钱 我加钱还不行吗 于是近些年 巴基斯坦政府借助中巴经济走廊合作 在当地合作开采矿业 招募当地人就业 发展当地教育设施 提升当地基础建设水平 发展电力水利 此外 在财政分配中匹路芝省所占的比例 从原来的5.1%提升到后来的近10% 要知道 匹路芝人只占全国的5% 这个分配比例怎么看 都是匹路芝占了便宜 但是这样一来 匹路芝叛军不干了 美国和印度也不干了 因为只要经济发展了 恐怖组织和分裂组织的基础就不存在了 人民只要有饭吃有活干 过上了好日子 谁去拿着枪玩命啊 恐怖组织说 你这样搞 不是在动摇我的统治基础吗 大家的生活都变好了 谁去给我做人肉炸弹 你真把我这里变成天堂了 以后我宣扬的天堂 还有谁想去 于是匹路芝叛军恨透了中国相关的项目 开展了有针对性的各种恐怖袭击 希望能把中国的项目吓跑 匹路芝叛军来头很大 是妥妥的国际恐怖组织 得到过全球双霸主的支持 最早是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时候 被苏联扶植的地方势力 希望协助自己攻打阿富汗游击队 后来苏联从阿富汗撤军 匹路芝叛军失去了金主 几乎都销声匿迹了 但是911之后 美国入侵阿富汗 认为匹路芝叛军有培养的价值 又想拉他们对抗阿塔 于是又开始支持 嗯 原来说过 全球的恐怖组织 几乎都和美国脱不开干系 得到了美国的支持 匹路芝叛军再次活跃了起来 而到了中巴经济建设时期 无论是美国和印度 都认为匹路芝叛军 是遏制中国的一个有力工具 尤其是印度 各种支持匹路芝叛军 破坏巴基斯坦的基础建设 中巴经济走廊 自然是印度重点关注的对象 怎么办 真没啥好办法 打击肯定是要打击的 只是要彻底清剿 确实难度太大 这就是我说的 为啥我们和巴铁关系这么好 但是瓜达尔港一直就不能高效运转起来 这是我们迄今为止最大的源外项目之一 中方曾经对瓜达尔港给予厚望 说希望这里成为巴基斯坦的深圳 结果到现在还是差强人意 就是因为这群恐怖组织动不动就过来闹腾 现在伊朗把匹路芝叛军的一个基地给扬了 你说是不是大快人心 当然啊 匹路芝一堆恐怖组织 这次伊朗袭击的未必就是破坏 一带一路项目的那支 但反正是这帮人都差不多 其实你看了匹路芝叛军的情况就基本清楚了 这种事情在全球很常见 中国搞一带一路项目帮助全世界发展水利电力修桥补路 但是为啥很多地方的推进并不顺利呢 就是因为如匹路芝这样的叛徒内奸分裂分子实在是太多了 美国不能帮助这些国家发展经济 但他们能收买如马克思这样的一国总统 还能收买如匹路芝库尔德这样的地方分裂势力 两下子就把局面给搅和黄了 而伊朗这一次对库尔德武装和地方割据势力的打击 可以说让多个国家拍手称快 可以说这是多个国家有默契的 对叛徒和内奸的一次跨国追杀了 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 在几年前伊朗和巴基斯坦曾经相互指责 都认为对方打击匹路芝恐怖组织的力度不够 那现在好了 如果真如表面上看到的 就算伊朗和巴基斯坦闹翻了 会怎样呢 他们闹得越凶 就越会频繁地跨境追杀分裂分子 最终倒霉的就是匹路芝叛军了 我甚至都怀疑 他们多闹几次 刮达尔港的建设速度都要加快了 其实相互挠痒 这也不可谓不是一个好办法 因为匹路芝省的匹路芝人 毕竟是巴基斯坦的国民 无论怎样 面子上都是一家人 巴基斯坦对他们除了打击 还需要怀柔 不能把他们都给逼反了 所以真不能下死手 但是现在可好 巴基斯坦可以对他们说 哎呦喂 你们怎么这么不听话呀 你看伊朗又来打你们来了 我拦都拦不住啊 好了 今天内容就到这里 关注土豆 点赞收藏不迷路 精彩内容 下期继续 电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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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sets 电监 订